歌里是一个外在的标记 表明有些事情需要在他们心里发生 在你能走进他为你所预备的一切之前 他需要处理你内心的状况 你信靠他吗 你会尊重他吗 在约书亚纪当中 上帝在他子民以色列的生活当中 安排了某一些优先的事项 我们自己可以从这段经文中了解到 他是关于优先顺序的 是关于了解紧急和重要这些区别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被紧急的事情所困扰 而不是重要的事情 但上帝总是以类似的方式对待他的子民 他总是花时间来兼顾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喜欢约书亚纪这本书 因为他谈到了首要的事情要先做 约书亚纪是一本有趣的书 因为在约书亚纪第二十一章第四十五节当中 有一节特别的经文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读 约书亚纪是关于上帝的应许 在上帝子民的生活得以实现 有多人可以为此向上帝表示感谢 说是的 你们说阿们 上帝是信使的 他会兑现他的应许 主给以色列的应许都实现了 没有一件不成的 约书亚纪是关于上帝实现 他对他子民的应许 但这卷书以一场葬礼开始 以三场葬礼结束 当我研读这卷书时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上帝要以一场葬礼来开始这卷书 以三个葬礼结束 这卷书是困与上帝的子民 拥有应许 是一次令人兴奋的信仰旅程 但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他以摸起的葬礼开始 然后以约书亚和大祭司的葬礼结束 然后约瑟的骸骨被埋在迦南地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但是神想向他的子民表明 即使他所应许的那子民可能不在场 神也会信实地在未来的时代当中 实现他的应许 神的子民请说 阿们 神会信实地对象应许 无论他所应许的人是否在场 上帝都能够对象应许 这就是为什么我全心全意地相信 如果你在这里作为一个相信民 相信上帝会实现应许的人 即使你不在场 上帝仍然会实现 你在家庭圣公中所祈祷的事项 神的子民请说 阿们 阿们 我想重点来看前面十二节经文 在约书亚记这卷书中 我在前十二节经文中发现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第三节 第十节和第十二节中 神在他孩子们的生活中 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要求他们行割礼 他说的第二件事是守一月节 这是在第十节中 第三件事中 他要求他们 这是关于玛拿的事情 玛拿停止从天堂流出 有三件事 当我思想这个问题 神如何将他的子民分别为圣 这三件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神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 在我们自己的天路历程中 也在做这三件事 割礼 逾越 结和玛拿 我们一一的看一下第三节说 约书亚就制造了伙食刀 在除皮山那里 给以色列人 行割礼 我想让你们思考一下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什么 他代表了一个信靠的时刻 神如何使他的子民分别为圣 让他们拥有他所应许 给他们一切之前 他将他们带到一个信任时刻 割礼代表他们需要学会 完全的信靠神 你们中有多少人意识到 在神帮助我们承受 他对我们所有的应许之前 必须有一个地方 好让他在我们心上 行割礼 这样我们就可以完全降服 并且信靠他 你相信这一点吗 阿们 圣经在第一节中说 约旦和西安的亚摩利人的 主王和靠海 加拿人的主王听见 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知道他们已经渡过河 他们心 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 不再有胆气 因着以色列人的缘故 圣经说 那时耶和华吩咐 约旦亚说 你制造火石刀 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耶和华就制造了火石刀 在出比山那里 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换句话说 圣经特别提到了这里的背景 他们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 有亚摩利人的国王 他们是来自迦南诸国的王 他们心在恐惧中消化 以色列人此时很勇敢 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一个最大的神迹 上帝将他们从旷野 带入了应许之地 他们准备拥有应许之地 但随后上帝说了首要的第一件事 我希望你们行割礼 当我想到这一点时 进入应许之地的战略性的 军事机会 当敌人的王国和国王内心软弱时 没有勇气 这是先发之人的时候了 要毫不留情 就像电影空手道小子一样 但上帝在这里所做的事 让他们感到惊讶 那时圣经说 上帝的约束亚说 要制造碎石刀 并且行割礼 你看很多时候 上帝想要在我们身份中做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 可能是不对的 我们或许不能完全理解 为什么这事必须现在发生 如果我看这段经文 以我的拙见 至少有三件事 似乎是错的 如果我是耶稣亚 我会告诉主 主啊 我认为这三件事是错误的 第一 这不是正确的时间 这是错误的时间 换句话说 敌人的心很软弱 敌人的心很恐惧 而我们所有人实际上 都很坚强 他们很兴奋 做好了战争的准备 他们现在就准备占领 如果你要求我们 进行割礼 会发生什么事情 跟从的男人们会变得更软弱 我们的女人会变得脆弱 孩子们会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 会发生什么呢 我会跟上帝一起理论 但圣经说 约翠亚没有去理论 你看我们在旷野里流浪了四十年 这是一个臭的地方 我们在旷野里流浪了四十年 如果你要求我们在旷野里行割离 没有人会来攻击我们 但现在我们就在邻居的心中 要知道临近的城市 那些国民们正在等待机会 当我们变得脆弱时 所以主啊 这是一个错误的地方 不仅如此 人也是错的 换句话说 割离开水创世纪第十七章 上帝要求那些八天大的婴儿 要受割离 这就是犹太传统 只有八天大的婴儿 要接受割离 在这里上帝说 所有能做战士的男人 所有出生在旷野的男人 他们从二十岁 一直到四十岁 他们是我们的战士 所以如果他们受了割离 他们将在几周内 无法准备好战斗 因为他们需要恢复 所以我们会很脆弱 我们会把这三件事都说出来 但圣经上说 耶稣要什么也没有说 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错误的人 也需要什么也没有说 他只是说 我遵从主所说的话 我记得 在一九九八年 我大约二十一岁 主把一件事放在我心里 主在呼召我去另一个国家 去侍奉他 所以我的父母 为我祈祷 并拆遣了我 所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世界各地申请 在圣经学院里学习 但主关闭了每一扇门 只打开了新加坡的门 新加坡的圣经学院 给了我奖学金 让我来学习 所以因为他们提供了奖学金 我能够来学习 而且我的父母 很慷慨地支付了 我的机票费用 然后他们给了我 一百美元的零用钱 他们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从现在开始 如果上帝给你提供食物 如果上帝提供给你的 不是你死后去见他 我就问他 所以我带了一百美元 来到了新加坡 作为我的零用钱 这就是我全部的钱 第一个周末 我是周五抵达的 星期六 我买了一张地铁卡 地铁卡就像一张交通卡 买它花了二十元 校园的朋友说 你需要这个 所以我花了二十美元 现在口袋里剩下八十美元 八十美元不算什么 我在这里 在一个新的国家里 一群新人中间 我不认识任何人 八十美元 第二天是星期天 我去教堂 当我亲拜的时候 我对主说 主啊我感谢你 感谢你天父带我来到这里 我知道你会祝福 我知道你会使用我 我希望你预备好我的心 预备好我的生命 之后他们发布了一则公告 公告的内容是 我们正在建造一栋大楼 我们正在翻修一栋旧的建筑 我们需要这笔钱 大概一百多万 最后两位数字是八十 首领对我的心说话 说八十元 就在你的口袋里 我几乎要说 到我后面去 因为这不是 成年怎么能从我这个拿走一切 不可以的 于是我拿出十美元 我说 主啊这超过十分之一了 我把他放在风险袋里 我静静的坐在那里 但是圣灵的灵灾是如此的强大 他试图抓住我的注意力 但我做不到 我开始哭 我开始哭 当我哭的时候 圣灵说 顺服 我把七十美元都拿了出来 现在风险袋已经到了前面 所以我跑到前面 把七十美元放进去 转过身 我回到座位上 我哭了 圣经说 要捐得乐意 我却哭了 但后来我得到安慰 圣经说 那些流泪撒肿的 会欢呼收割 我很感激 你哭还是不哭 你笑还是不笑 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 当他向你说话时 你要给出去 你要听他的话 我把钱放进去了 我回来坐在位置上 哭了 我说主啊 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要怎么吃饭 你要说明对我说什么吗 从今天开始 到目前为止 你的父母养育了你 但从今天开始 我掌握你的生命 从现在开始 我是你的供应者 Oh Hallelujah 25年后 我可以清楚地见证这一点 主是信实的 为什么他要求我这样做 似乎是错误的地点 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人 为什么他要我这样做 他要我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 因为在你可以拥有 他为你准备的东西之前 他需要学会 处理你内心的状况 你相信他吗 你会遵从他吗 请仔细听我说 歌里是一个 外在的迹象 表明有些东西 需要在他们的心里发生 让我告诉你们原则 歌里涉及到 将我们的心分别为圣 换句话说 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心 放在神面前说 主啊 我的心属于你 我想要完全的信靠你 我想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 歌里涉及到的心的分别为圣 圣经说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误会除掉 不可再映着景象 圣经说 当神护照你信靠他 是不要映着景象 当他对你说 要饶恕那个人 是不可映着景象 当他说 要回到那段困难的关系 是不要映着景象 当他说 要留在这个地方 即使这里有荒粮 也要留在这里 我会祝福你 你不要映着景象 让主来给你的心心割离 这样你的心会准备好 完全的信靠他 圣经纪三十章五节和六节 这样说 耶和华你的神 必领你 庆祝你列祖所得的地 使你可以得着 他会使你更加繁荣昌盛 神的人数 比你列祖 众多 主你们的上帝 将对你们的心 和你们厚余的心 行割离 好叫你尽心尽信 爱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神的子民说 阿们 再来一次 神的子民说 阿们 你们懂有多少人会说 主啊 给我的心心割离 这样在2024年 我会更加的爱你 在2024年 我会更加的信靠你 在2024年 我会抓住你的应许 我会看到你所说的 关于我生命的应许 得以实现 为什么 我想为你而活 我想要在我的生活中 荣耀你 原则是这样的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 自己的聪明 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些经文中的 关键词是什么 这些经文中 关键词是什么 关键词是什么 仰赖 和什么 认定 但我给前逊的说 这两个并不是关键词 关键词是一个词 全部 他重复了两次 要全新信靠主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哈利路亚 为什么这如此的重要 为什么信靠神和尊从神 在每个季节都是如此重要 特别是容他 给我们新兴割离 在以色列民族中 在他们的生活中 有一种羞辱 圣经在第八节和第九节中说 和我一起读一下 圣经说 国民都受完了 割离 就住在营中 自己的地方 等到痊愈了 耶和华对耶稣亚说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 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 直到今日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 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你知道很多人生活 都被耻辱所困扰 换句话说 有一种耻辱 有一种内疚 有一种对过去的失败 感到羞辱 埃及的羞辱是什么 埃及的羞辱是 他们没有听从上帝 没有听从他的声音 四十年前 当上帝告诉他们 要做这事 他们拒绝了 请看第六节 第六节说 以色列人在旷野 走了四十年 等到国民 就是出埃及的兵丁 都消灭了 因为他们没有 听从耶和华的话 因为我需要学习 尊崇主的话 什么时候 立刻 不仅仅是立刻 我们需要学习 尊崇主的话 欢欢喜喜的尊崇 不仅如此 我们需要学习 完全的听从上帝的声音 立刻欢喜 完全的顺从 但圣经在这里说 他们没有这样做 结果他们受到了羞辱 这种羞辱是 他们生活中的绊脚石 上帝说 我今天消除了这种羞辱 为什么 因为你受了割力 你允许我处理 你内心的状况 并消除你的这种羞辱 哈利路亚 我全心全意的相信 上帝在我们生活中 做同样的事情 因为他希望 在我们心中 有分别为圣 其次 有一个感恩的时刻 圣经说 他们被要求 庆祝过去的约节 这个约节 被称为感恩的时刻 我为什么称其为 感恩时刻 因为在这个时刻 上帝提醒他们 他 在他们生活中的信实 想想看 圣经在 第十节中说 当以色列人在 基甲 安营时 他们在 正月十四日的晚上 在耶利哥的平原 守逾越节 当你们阅读经文时 我希望你遵循 神圣的秩序 首先 他说 要给国民行割礼 其次 他说 现在 庆祝约节 因为圣经实际上说 如果你没有受过割礼 你就不能真正的 庆祝 约节 看出爱基地 第十二章 和第四十八节 若有外人 继续在你们中间 愿向耶和华 守逾越节 他所有的男子 勿要受割礼 然后才容他 前来遵守 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 但未受割礼的 都不可吃这羊羔 换句话说 未受割礼 则不能过逾越节 现在割礼和逾越节 代表什么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割礼是当神 割礼我们的心 赐给我们这恩典 让我们相信 耶稣所做之功时 我们承认 通过我们自己的工作 我们不能得救 只有当我们相信 耶稣时 我们才能得救 我来到神面前 我住去我的肉地 我求主 主啊 我完全相信你 相信耶稣将要做什么 相信耶稣 为我的生命 已经做了什么 约节代表什么 约节也代表基督 圣经如此说 圣经说 祂是为我们罪而死的那一位 圣经说 祂无罪 为我们成为罪 使我们这些 不知道义的人 也能成为神的义 祂代替我们 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义 祂为我们而死 以便我们可以为祂而活 请说阿们 逾越节代表了耶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做的 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逾越 此处 对以色列子民来说 是一个提醒 提醒他们 有四百年之久 他们在埃及当过奴隶 但有一个时刻 上帝介入历史 说今天是你们得拯救的日子 在那一天 上帝规定 他们庆祝一月节 什么是一月节 他们带来一只无辜的动物 他们把他带进屋里 在这个月的第十四日 他们割开那牲畜的喉咙 血喷得到处都是 他们把血涂在房子的门柱上 门楣上 他们取着羔羊的肉 在房子里用火烤羊肉 然后一起分享 换句话说 这里有流出来的血 有你分吃的肉 它象征着什么 它对我们信徒来说 象征着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受伤 耶稣的血为我们而流 我们多人已经感谢 因着耶稣的血和身体 而感谢主 哈利路亚 我们应该向主 献上拍手为祭 来吧 哈利路亚 谢谢你耶稣 对我们来说 一切都成为可能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因着耶稣 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逾越节高扬 只提醒我们一件事 当我们守逾越节时 它提醒我们一件事 那无罪者已经死了 这样有罪的人 就可以得到自由 那无罪者死了 他取代了我的位置 以便我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他无罪成为罪 以便我可以成为神的义 他被律法的咒诅 说咒诅 说我可以得到 神像亚伯拉罕 所应许的祝福 他取代了我羞辱的地位 我取代了他荣耀的位置 请你仔细听我说 我们所有的奇异病痛 都扛在他自己的身上 圣经说你和我 都因他所说的鞭伤 而得医治 神的子民说 阿们与月节 对我们来说 代表着 我们实际上没有资格 获得上帝的祝福 他是对我们生命的 纯粹恩典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 心生感激 主啊 我的天然人是没有资格的 我不能声称自己 配得这个祝福 但是主啊 因着你之所事 也因为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因此我很感激 接受这祝福 这是为什么每年庆祝 与月节的原因 为什么他们庆祝他 因为他们想要感谢 上帝所做的一切 这种感恩 荣耀上帝 这就是他对我们生命 所做的事情 他想帮助我们 来到圣地面前说 主啊 我不配 我蒙福 不是因为我好 我蒙福 是因为你是良善的 屏幕中有多人 可以对此说阿们 以后我需要认识到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 主耶稣 为你和我 做了这么多 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来到他面前 我们说主啊 我感谢你 你取代了我 你带领我 清理这些处境 你在我的生命中 一直很信实 从现在到未来 我都可以信靠你 因为你是信实的 神的子民说 阿们 当你被带到 某个信靠的时刻 神会在你的心上 心割离 这样你就会 全心全意的 信靠他 当你蒙福时 你会认识到 这不是因为 我的行为 而是因为 他的恩典 我的天人 不符合资格 但是他帮助我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计划 他有一个目的 这就为什么 神的子民 我们需要如此的感恩 我们感激 因为我蒙福 不是因为我们良善 我蒙福是因为 上帝是良善的 阿们吗 第三 这是一个真理时刻 以色列民生活中 发生事情之一是 主说 一月节后的 第二天 他们就吃了 这片土地的出产 正到那日 吃无叫饼和烘烤的古物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 第二日 马拿就止住了 以色列人 不再有马拿了 那一年 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圣经有两次说 马拿止住了 圣经有两次说 这是在他们吃了土地的出产之后 所发生的 为什么这如此重要 上帝想要在我们生活中 做分别为圣的事情 他不仅带我们来到一个信靠的时刻 他不仅带我们来到一个感恩的时刻 让我们想起他过去的信实 但他也带我们来到一个真理时刻 真理时刻是这样的 上帝在每个季节 都是一样的 但他在我们生活中 做工的方式会改变 虽然我们不应该爱上 他在上一个季节的做事方式 但我们应该信任他 与他一起做工 前仔细听我说 在旷野中度过了四十年 上帝用马拿喂养了他们 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马拿是什么 圣经说马拿是天上来的面包 上帝给他的子民供应了四十年 这些人本来没有资格 接受马拿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发牢骚和抱怨 他们甚至发牢骚和抱怨马拿 但上帝对他们满有恩慈 四十年之久 马拿被赐给他们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 醒来出去收集当天的马拿 但有这么一天来到 主说马拿将会止住 从今日开始将不再有马拿 从此处开始 我要用你自己的双手 所生产的那地的出产 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需要发生一个大的转变 请仔细听我说这一刻是什么 我意识到在以色列子民的生命中 上帝是如此仁慈 如果你和我是上帝 你会怎样做 如果人们总是抱怨 牢骚不断 并且他们不想完全服从你 他们伴你 如果我是上帝 我会对天使说 今天不再有马拿 停止供应马拿 让他们挨饿几天 然后他们会悔改 然后他们会向上帝回转 那你知道圣经怎么说 不管他们是否背逆 是否处于不幸之中 圣经说上帝是信实的 不断地赐给他们马拿 你知道在这次会中 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有多好 谈论他对我们的爱 他呼召我们去爱人 你知道当我想到神的爱时 我是这样想的 上帝的爱至少有三个方面 我想说出了并一次 结束 第一 上帝的爱是上帝渴望对人好 当你谈论上帝的爱时 上帝实际上给了你 祂的最好的 祂给了你 祂渴望你得好处 其次不仅上帝渴望人得好处 神的爱是无常的赐予人 换句话说 我们不配得到祂 因着祂的爱 祂白白地赐给我们一切 圣经说上帝没有爱惜祂的独生子 甚至把祂交给死 为什么 因为祂爱我们 祂为我们舍了自己 第三 上帝的爱 都是关于上帝喜悦人 上帝喜悦人 上帝喜悦我们 作为祂的孩子 圣经说 我以永恒的爱 爱你 因为祂是信实的 在持续不断地供应 圣经说 即使他们不配得 圣经仍然以马拿来赐福给他们 他们每天都收到马拿 但有这么一天来到 圣经说 我不再给你们马拿 但现在我要赐给你们恩典 让你们用自己双手来做工 我将祝福你们双手的工作 你们双手的劳动将会生产食物 你会有值得 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 我们的生命会经历真理时刻 有时我们会经历一个发生神迹的季节 我们生活在神迹区 我们希望上帝为着我们而运行 我们等待上帝行一些神迹 是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 但还有另一个季节 这不是神迹其实的季节 而是祝福的季节 上帝已经用我们需要的智慧祝福了我们 神已经用我们需要的恩典祝福了我们 神已经用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祝福了我们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工并且成为祝福 无论你在什么季节 真相是上帝赐给你恩典和接受的能力 请说阿们 哈利路亚 祂是从天上赐予你马拿的那一位 祂是同一位神 祂赐予你力量智慧和机会去做工 这是为什么诗篇作者说 主啊 愿耶和华建立我手的工作 愿耶和华赐福给我 建立我手的工作 使我能够成为祝福 圣明记八章十八节说 耶和华给了我创造财富的能力 是神赐福给我 都是神做的 这是为什么作为神的子民 无论我们在什么季节 神都在呼召我们 要求我们 对我们的心进行割离 继续信靠祂 因为祂过去所做的事 祂还能再醒 要充满感恩 同时要认识到 无论在什么季节 无论是过去的季节 祝福的季节 还是充满神迹的季节 上帝是终极的供应者 因为上帝是终极的供应者 我会忠诚地服侍祂 忠诚地爱祂 我会忠诚地履行祂的旨意 我会忠诚地尊崇 祂在我生命中的命令 如果你在这里 而你从未信靠基督 我希望你明白一点 上帝是差遣祂的儿子 耶稣的那一位 祂创造了你 祂爱你 祂差遣了祂的儿子 耶稣来爱你 不仅仅为着爱你 而且为你而死 祂在十字架上的死 表明了祂爱你 并且完全而充分地爱你 祂邀请你完全信靠的 祂对你说 如果你到我这里来 我会给你的心情割离 不仅圣经说 基督是我的逾越 换句话说 祂是为我而死的人 使我可以活 祂是那个承受咒诅的人 使我可以的祝福 祂取得了我的罪的地位 并赐给我祂的义 这样我可以来到祂面前说 主耶稣 我将我的信心放在祢的里面 我信靠你 祂是我的愉悦 因着你 我才能同父建立关系 因为你 我才能进入神的家 因着你 我的生命是蒙福的 所以我感谢你 祂也带你到一个蒙福之地 不仅以你双手的工作 而受到祝福 同时也使你成为万国的祝福 你可以说阿们吗 这一切都是耶稣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在这里 而你从未相信基督 今天对你的时候 是一个机会 要把你的信心放在祂的里面 这是你在神的恩典中 成长的机会 在这个地方 每个人都挺低头 每个人都闭上眼睛 我们来祷告 你现在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季节 神正在你的心中运行 祂正在你的心中心隔离 也许你在问为什么 在这个季节 这看起来是错误的事 或是错误的地点 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人 但上帝 你正在我的生命中运行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经历 这种情况的人 上帝今天对你说 他是将你带到那种境遇的人 对你的心进行割离 使你可以完全的信靠他 如果你是那个人 请举起你的手 这样我就可以为你祈祷 有人听到了我的声音 你想知道 为什么上帝曾经用来祝福你的方式 已经发生转变 也许曾经是祝福的生意 不再是祝福 也许你曾经享受的工作 不再是一种喜乐 你想知道是什么 在改变我的心 为什么供应 是否停止了 上帝对我的爱 改变了吗 但上帝对你说的是 这是一个真理时刻 他正带你进入一个新的季节 不要爱上上帝所用的方法 要爱上他 要信靠他 这样他可以在你的新的季节里带领你 用你双手来工作 祝福你是你有机会 祝福你是你有智慧 实现他在你生命中的目的 如果你是那个人 我希望你在主面前 举起你的手 所有这些举手的人 请在原地站起来 其他人可能坐着不动 但你要站起来 你站起来 就站着快一点 我们来向主做这事 天父 为那些举起手的人 我们想为你祈祷 奉全能的神 耶稣之名 主要愿意开启他们的心 让他们接受你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功 他们可能不完全理解 他们目前所处的季节 跟我祈祷 你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 你来给他们的心情隔离 好守他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你 并信任你 主要我祈祷你能实现 你带他们进入那个季节的目的 我为那些处于过度季节的人来祈祷 主要他们能够认识到 主爱他们 国家主通过天上的供应 养育了他们 但现在上帝有更多更伟大的事物 祂会祝福我 祂已经给了我未来所需的东西 祂会打开那门 是无人能关的 祂赐给我恩典 好让我遵行祂的旨意 所以我祈求您 祝福您的子民 我祈求您祝福您的子民 对那些第一次信靠基督的人 我希望你们跟着我重复这个祈祷 天父 我为了耶稣感谢你 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 我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 我承认他为我的罪而死 今天他将他的义赐给我 我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你的饶恕 请接受我成为你的家人 帮助我为你而活 从今天起 耶稣是我的主 耶稣是我唯一的主 奉耶稣之名 神的子民说 阿们阿们 来吧 让我们为耶稣献上掌声为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